原警怎么会沦为小偷呢 原来当时是一名男子 离开卖场的时候没有结账 卖场内的警报器大响 电源立刻报案 警方到场发现这名偷窃的男子 竟然是万华分局龙山派出所的原警 不过他表示 是因为没有拿购物栏 才会把商品先放进自己的随身带内 离开的时候忘记结账 你来的 可以 用 大卖场内身穿会衣的男子 跟着警方一路走向外面停放的警车 手里还提着购物带情绪低落坐进车内 原来刚刚这名男子在卖场内偷窃被抓包 而警方一查之下 才发现他的身份居然不单纯 这名男子来到新北一间大卖场购物 将商品放进随身包包 却没有结账 导致店内整个警铃大作 而警方到场发现 这名男子居然是任职于北市的一名原警 这名成姓男子是北市万华分局龙山派出所原警 被搜出包里藏有两件长袖上衣 齐双金属块 被抓后他声称是没有拿购物栏 因此才先将商品放进随身提袋内 结账时忘记这件事并不是要偷 但即使陈兴原警极力辨称没有偷窃意图 店员仍然坚持提告 而他很可能因为知法犯法的行为 被加重处分 虽然他具有原警的身份 但不是因公执行而发生了刑法的案件 所以并不会直接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但是呢因为他本身具有警察的身份 在量刑上面一个窃盗罪 是五年以下的有级徒刑 就有可能让法官认定的结果 会比一般人还要来的加重一些 万华分局也表示 针对这名原警所犯下的行为 会全力配合调查 绝不包庇袒护 如果调查属实 将会再给予相关处分 记者林一文娱乐为新北采访报导